回到台湾来 新北市出现了一个色狼 他假装骗人家说自己是艺人罗志祥的员工 上个月呢 6度性侵女童得逞落网 结果呢 4万块钱让他交保 隔了22天又再度的犯案 9个小时之内对这个女国中生了性侵4次 最后终于是被羁押了 但是妇女团体就大骂说你这样子纵犯恶狼 这个妇女的人身安全真的是很大的威胁 而且要小心 她的骗人管道呢走的都是脸书 好大安全帽身材撞瘦的江姓男子 在Facebook上扬称自己是艺人罗志祥的幕后员工 还写着我缺少的不是快乐而是你 借此拐骗少女强排12岁女童不哑照 6度性侵得逞落网 检方却让她以4万块钱交保 22天之后脸书王再度绑架13岁国中生 9小时内性侵4次 我们常常对性侵害者这种疑虑 就是说为什么要交保 然后让人身安全 妇女的人身安全 又构成一个很大的威胁 妇女团体痛批 而士林地检署则回应 按照前科资料 脸书郎上个月中强拍不哑照 6度性侵是初犯 尤其她自动盗案 无逃亡之余 所以才给予交保 不过这么一放 又让一名女国中生被恶狼绑架 押回家两天 性侵得逞 幸好国中生趁着嫌犯 带她到停车场时 机灵求救 那个男的带她过来 然后她 她就以无声的嘴巴跟我说 我被讲 她就看我写一些号码 她就说 阿姨 我跟你讲 有几个号码很热门 你去欠欠看看 说不定会中奖 然后她就报这个 09 08 03 07 26 偷偷留下父亲电话号码 才好不容易结束这场交友恶梦 但嫌犯打着小猪罗志祥的名号 招摇撞片 就算恶心恶王已经被积压 也难以弥补受害少女的心灵创伤 专讯旅龙生陈麦威 新北市采访报道